大家好,这一期介绍一个街机游戏 1985年卡普空出品的《战场之狼》 我第一次玩《战场之狼》是在1987年前后 当时是在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 一个卧室街机,我面前这样的街机上面玩的 印象非常的深刻 《战场之狼》是卡普空首开先河制作的一款纵板顶尸角的射击游戏 游戏是单人设计,可以控制八个方向 武器是一把冲锋枪,但是可以使用无限子弹 手雷是有限的,但是可以沿途补充 内容是孤军深入敌后解救人质的故事 在美国上映时,借助阿诺的电影影响力 改名为独闯龙潭,依人挑战一个军队的模式 为了避免暴力化,主角改穿了蓝色的服装和蓝色头盔 这是海军陆战队的萌 我手里这个是1986年移植的FC版 是众多移植版里最成功的 家用机独有的隐藏设计 虽然画面和音乐被阉割了不少 但游戏的乐趣不减 估计这是早期游戏耐玩好玩的原因吧 玩一把,看看当年的画面 后面有街机画面,大家做个对比 玩一把,看看当年的画面 Lunty,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压疽动 響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机有两大关卡设计 通关两周目 算一轮 循环往复 接机难度有两个 一个标准 一个机难 我这个接机基本就是机难状态 当年在接机厅 只要你有技术 理论上一个B 可以玩一天 这是理论啊 整体游戏节奏适度 十快十慢 整体感觉有种向上拔的压迫感 音乐也恰到好处 但当你熟悉利用地形 躲避子弹后 就会从容不破 由于当年出色的硬件的条件 设计的敌兵 会源源不断地涌向屏幕 前面的钢导向 后面就立马跟上 真可谓前伏后继轰轰烈烈 整个游戏屏幕从始到终 都热闹非凡 绝无冷场 不愧是经典大作 最后大家点点红心留言 送我上热门 效果好的话 我再做期战场之狼200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1 2 3 4 5 6 4 5 4 5 6 5 6 9 10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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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